金融火車站 南站篩檢站 一早民眾陸續來排隊 但工作人員都還沒到 已經從門口排到廣場 八點半 時間一到 人潮越來越多 如果沒有跟著動線排排站 就會像這樣 往那邊離島 正劇整個亂架了耶 這個沒有辦法 我剛才就說請你們 你們盡量這樣 你們剛才排在誰那裡 這個自在腐壞 難免的啦 今天又太陽比較大 所以大家 希望民眾也可以體諒一下 怎麼說 因為真的是空間有限 其實人潮這麼多的時候 你在排那個動線 其實真的是有限 二十六號早上 金融火車站南站的社區篩檢站 湧入大批民眾 大部分的人都是想來篩個安心 畢竟現在開始居家隔離 採成三加四 學校停課標準 還有學生居家隔離天數怎麼算 所有人都是姆沙沙 他回報是否是陽性 那我們才真的叫停課 目前我們也不能說 應該算不能停課 可是學校還是預防性說先等待結果 這樣子我們這幾天 我們其實也是 也是沒有跟 也沒有再上課也沒有接觸 那我們也算 也要上隔離嘛 讓我也是覺得很亂 對啊 雖然居家隔離 政策改變 就是希望民眾生活可以正常運作 只是消防隊有人確診 影響到救護工作 九十多歲的阿伯逛菜市場 逛到一半身體不舒服 走不動 需要送往醫院治療 結果眼前一百公尺就有救護車 卻等不到 因為金融消防局某分隊有人確診 分隊所有人被要求確認PCR陰性 才能夠回到工作崗位 最後勤務中心緊急調派其他單位 前往資源 好在阿伯順利送醫 沒有大礙 新的居家隔離規定改變了 只是民眾如何平常心 面對病毒 又該怎麼恢復正常生活 似乎還有帶時間考驗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